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动学和力动学的不同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介绍 我们这一门课程的大纲 课程大纲 我们等这门课程呢 基本上呢 我们主要是分成六个单元 每周会提供一个单元的教材 那就讲呢 我们第一个单元 要跟各位的讨论的就是 如果物体可以当作指点的时候 它的运动 它本身的运动 这个运动包括了 那个运动学跟力动学 可是各位都知道 一般来说 我们所谓的速度加速度 它都是一个向量 如果是向量呢 我们就要用到所谓的坐标系统 那因此我们在第一个单元 我们跟各位讨论到了 就是当物体可以被当作指点的时候 而且我们是利用所谓的 像各位所看到的 线性直角坐标系统来讨论 但在这个线性直角坐标系统之下 这个指点受在运动的时候 它的外力跟它的运动模式之间的关心 那所谓的线性直角坐标 就我们一般说的像你们现在看到 XY的坐标 这个坐标有什么特点 这个坐标比如说X 我不管这个直点在这个空间中怎么运动 到任何一点 它的X永远朝右 Y永远朝上 也就等于说 这个直点在运动的时候 我这个坐标系统不会变 所谓的不会变是指的 这个坐标系统的方向 它不会变是我们的直角坐标系统 这是比较简单的 线性重点是线性 坐标系统通常都是直角 但是像这种 它的不管你直点运动到什么位置 它所对应的这个坐标方向不会变的 我们就叫做线性坐标系统 那这是我们第一单元会跟各位谈到的 那这个单元各位学会以后 至少可以解像是很简单 这种问题 比如说你这个汽车想要把这个东西 吊上来或放下去 我们可以解决了这个汽车里面 它这个揽绳的张力 跟这个本身的 这个被掉的物体重力之间 所产生的加速度之间的关系 你知道了什么 这个会用什么样子的加速度上升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作用在这个的揽绳上面本身的张力多少 就可以选择适当的揽绳 这个就是我们你们学完了第一单元可以解决到的问题 那第二个单元呢 我们讨论到的就是如果我不用线性直角坐标系统 敢用其他的坐标系统的时候 还是属于直点的运动 我们考虑到在不同的坐标系统 我们的那个 我们本身的直点在运动的受到外力的时候 跟这个这个外力 跟这个直点的那个速度 或加速度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会考虑到哪两种非线性坐标系统呢 第一种我们会跟各位介绍所谓的切线法线坐标系统 这细节我们到时候真的谈到第二单元 我们会跟各位讲得更详细 反正所谓的你们看 这种这种为什么叫非线性 因为你们看 我在这一直点在这个轨迹 这是我的切线跟法线的方向 我跑了到这一点 这个成了我的切线跟法线方向 很明显在直点在不同位置的时候 我的切线方向都不一样 我的做法线方向的坐标方向也都不一样 你说得说随着直点在运动 我的所对应的坐标方向会变的 那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非线性坐标系统 另外一种呢 我们会讨论到的就所谓的急坐标系统也是一样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是我急坐标的ER一系的方向 另外一个位置是ER一系的方向 你们各位同学也可以看 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直点在不同位置的时候 我的ER或是一系打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两类叫做非线性坐标系统 那一般我们碰到直点的动力学问题 我们可以选择用线性直角坐标系统 XYZ 或者是用这样子的非线性直角坐标系统 因为利用这三种坐标系统来讲 他本身的主要差异性在哪里 也就是说碰到哪一类的问题 你选择哪种坐标系统解问题比较方便 就我们再强调一下 到时候你们会注意到通常同一个指点的运动动力学问题 我们可以用任何一种坐标系统来解题 只是因为某些题目给的条件不一样 问的不一样 你会发现你用某种特定的坐标系统会比较容易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二单元主要的重点 例如假设这个是一个云霄飞车的路径 我们你设计云霄飞车很重要的就是要刺激 但要安全 也就等于说你必须要设计到他在这个不同的坡度 不同的坡度的时候 他本身这个云霄飞车所对就是坐在人上面 感觉到的中立加速度有多大 我们虽然越大越刺激 但你知道你设计不好太大的话 这个坡度就是这个弯曲的这个区率 你没有算好的话 他有时候会飞出去的 会飞出去的 所以我们在做消费设计 最重要就是要判断不同的这个区率 这就是我们的区率半径 不同的区率的时候 对这个人所做的这个程度 所感觉到的重力加速度有多少 那如果我们是要讨论这种问题 我都会发现 我们采用切线法线坐标系统 会比你用直角坐标系统容易来做这个设计 这是我们第二单元的介绍 那到了第三单元 我们叫做多直点系统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跟各位已经提过两件事情 第一点 一个钢体是由无数多个直点所形成 第二点 流氛运动定律 summation F 等于 M A 用在直点很简单 因为直点就有一个加速度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物体是一个钢体 那用流氛运动定律 summation F 等于 M A 这个 A 指的到底是钢体上哪一点的加速度 因为各点的加速度不一样 那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就是必须要先考虑所谓的多直点系统 也就等于说 这边的多直点 虽然说多只是有限的 只是说这个系统里面的直点 可能包括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也就等于说我们先要讨论到 如何把流氛运动定律用在三个直点 四个直点 五个直点的这种系统 然后到时候才能把它扩成到无限 无限的直点来解决流氛运动定律 如何应用在钢体上 所以多直点系统就是等于是钢 直点的问题跟钢体问题中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那一般来讲这种多直点系统又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呢是像你们这边看到的 我这是一个炮弹 然后说明才看得懂 搞了一半分开爆炸变成两块 我们要知道这个原来的速度 跟这个爆炸以后这两个速度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你们看这种多直点呢 它的这两个直点是不相干的 它的路径各过 这是一类 那第二类的直点系统呢就像这个 这是上面一个滑车下面带动一个重物 也是一样 假定我这边有一个速度也会带动这个滑车走 可是这个你们看 这两个直点之间被这条线连着 那假设这个钢缆呢 长度不会变 那也就代表说是 这两个直点之间是有连结的 所以多直点系统有两类 一种是像这个等于是独立的直点 一种像这个它是有相互关系的直点 而钢体呢就是属于无数多个这一类的直点 直点跟直点之间的距离是不会变 那我们这个的单元呢 也就得讲的告诉了各位就是 假定系统好几个直点的话 怎么样讨论到它各个直点之间 假定是这种独立的 那各直点之间的速度关系 或者如果是合在一起的话 我们的少那些F的MA 那A应该使得这是 是这一点的质量 那个加速度呢 还是这一点的质量 那解决就是像这一类的问题 那到第四个单元 好了解决了多质量 第四个单元 我们就都讨论到钢体运动 它的运动学 也就是我们 那这是我们前面讲的 就类似所谓的钢体运动学 就像讲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四连杆 这是常常会在机械系统上用到的机构 各位同学可能第一点会说 为什么叫四连杆 只有三个杆子 这是一根 第二根第三根 这个地面这也是第四根 所以你们看我们现在画个图 你们都知道 假设我知道这边的转动的角速度 我就可以算出来 知道这个角速度 我就看这个杆子上各点的速度 那我知道这一点的速度 也就是这个杆子上这一点的速度 那我知道这个杆子上下面这点的速度 我就可以知道杆子上上面这点的速度 那也就代表这个杆子这一点的速度 那就可以算出来这个的角速度 所以我只要知道这个的角速度 又知道这些尺寸 我就可以知道这个怎么转动 这个就是钢体的平面运动 也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的 是在同一刹那 你知道它某一点的速度 你怎么算它其他个点的速度 这是这是我们的第四单元 那第五单元 比较特水电 我们事实上第五单元 我们讨论的还是钢体的那个运动学 还是速度加速 只这时候呢 我们搞一个叫顺时中心 这种是一种计算 钢体在运动的时候 它本身的个点之间的速度的一种做法 同一个刚刚个点速度做法 我们到会跟各位介绍 重点是这个所谓的相对运动 就我们现在看 因为我们很多东西 业机械很多系统都是联动 所以像我们这边讲 你们可以看到 假定这个球在顺时针转 可是这球上有个叉烧 因此呢 这个叉烧在这边顺时针转的时候 就会带动这个滑感 因为这个叉烧也在这个滑感滑动 所以会带动这个滑感之间转动 所以很明显的我们会看得出来 由于这个的叉烧的位置 我们可以知道 从这个圆盘转动的脚速度 或脚夹速度 跟这个杆子在转动的模式 会有它的一种关系 而且呢 我们要关心的是 这个小叉烧 在这个杆子上转动的相对速度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讲的相对运动 OK 因为对这个小指点来讲 你能站在这个杆子上面看 这个指点的速度是一件事 你能站这个地面上 看这个速度是一件事 OK 这个是钢铁运动群里面比较啰嗦的问题 我们第四单元谈到的钢铁的运动 指的都是一个钢铁单独的 第五单元呢 我们主要介绍的 就是真正的机械结构 都是在互动 那它互相之间的这些连接点 之间的相对运动 我们本身有个问题 那最后第六单元 我们就是谈到钢铁的力动学 也就等于讲的 作用在这钢铁 像你们现在所看到的 我这边一个重量 然后我如果有个更重的话 就很明显会带动这个往上走 这个往上走就会带动这整个轮盘 反时针转动 那我们要考量的就是 这些重量作用在对这个轮盘展动所产生的脚速度或脚夹速度 以及这个上升下降速度加速度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外力 外力或是外力产生力矩 对这个物体 对这些的加速度的关系 或者物体脚夹速度的关系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门课六个单元 每周一个单元 那我们顺便跟各位解释一下 我们最后的教学评量的方式 我们这两个 第一个 如果各位同学是只要有这个修课证明 就一般的修课证明的话 我们的评分方式是如此 首先我们每个单元结束以后都会有一次测验 总共的测验分数占60% 那这个范围就是单元 比如说我第一周的测验就第一周的单元 第二周的就第二周的单元 OK 那方式就是在利用线上 我们只考试飞题跟选择题 选择率分单选跟复选 但是是有固定的时间 这个占60%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期中考 期中考占20% 它的范围就是单元1到单元3 所以交完单元3 第三周以后我们会有 这是六周的课程 那第三周以后会有一个期中考 那也是一样方式就是线上的选择题跟那个是非题 那最后20%就是期末考 期末考注意到范围 范围就是第四到第六单元 考过的我们不考 也是一样选择跟是非题 那合起来100分 那我们的最后的几个标准就60分 总分至100分 只要三次测验的结果加起来 所有测验结果加起来超过60分 就会获得修课证明 我们中三大学提供的这门课 我们也可以提供一学分的学分证明 就是如果你们修习这个课程 成绩及格 而且经过一个实体考试 所谓的实体考试就是在期末 说要直接到中端大学的教室来考试 所以实体考试的话 你们将来可以跟我们学校申请一个学分的学分证明 那如果你是要学分证明的话 我们的评分分配有一点点修正 就是每单元一次的测验还是占60% 形式不变 然后我们的期中考就改成15% 期中考15% 期末考也占15% 但是那这样子60%15%15%只有90% 最后10%就是所谓的实体考试 如果你们要参加实体考试 到时候我们会公布 在考试以前你们要先到我们中三大学的教务处的系统 那上网要做申请 因为我们还安排你们的考试时间 那这个实体考试 重要配分10% 范围很广就是全部 但是也是以是非跟选择局的形式 那及格标准呢 还是一样60分 总共有60分 就及格满分 是100分 好 这个结束了 我们这个小节 谢谢